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頻道 由於太多話題想說 我就在Patreon上問各位火友 究竟想我說哪個話題 多些 說說以太平又有 或者說Signify 這幾隻最近熱炒的幣 能否入得過 這兩隻新幣未上市 究竟上市價大概預計多少 還有多少錢可以入的 還有說有沒有新項目介紹 我也很想說 但信眾要求 大家想聽什麼就說什麼 最多人選就是RNDR幣 Audium幣和Foyer幣 有位網友問 其實你說什麼都無所謂 最重要賺到錢 我都覺得是 玩癡要做功課 這段影片都有一些震撼性 包你猜不到的答案 至少去到講講這三隻幣的情況 還有我建議買哪些 我現在應該說我建議 我不會買哪些和我會買哪些 都告訴大家 所有影片都是Patreon優先 甚至乎這段影片看看會停一停 因為Patreon的內容才會最全面最新 如果你在YouTube看到 可能是遲了少少 還有未必是這麼完整的 所以好好見諒 會員會更加多 優惠 更加多資源資訊 還有如果你想加入這個課程 快點把握時間 半價的 即是那些會員 4元1日 還有Patreon都是4元1日 去到4月20日之後 全部都是加價一倍 第一條 小伙子是否應該買RNDR幣呢 你出了很多點出來 剛才我都合上眼 感覺一下這個世界 如何運作 我相信這個GPU的需求 只會繼續shortage下去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課程 我都一直看好兩大 就是那個終極的漂亮的GPU幣 第一隻就是RNDR幣 亦都有說過目標價 今集都說過目標價 給大家聽 都等等 另外一隻呢 NOS幣 這隻 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好境不常 兩隻都已經升到 已經沒有了格 那我就未必會再入 第一隻叫NOS幣 第一隻RNDR幣 已經是最高升到8元 現在又回落到7.3元 其實都會繼續上升 但這個世界是比較的 一會兒再講完 另外我打算 如果這個GPU的終極龍頭 RNDR幣 市值可能太大 升幅未那麼強 可能開始炒一些二線的GPU幣 看到二線的GPU幣 已經有超強的爆升 這兩隻最大分別就是 這一個是27億市值 而這個NOS幣 是大約5-6億左右的市值 我之前提及的時候 可能只有幾千萬 現在已經足足升了5-6倍 其實這個幣最恐怖的地方 是升了多少倍 600倍 你有沒有聽錯 最上年的 不要說老土的東西 什麼以前以前 現在又說以前 0.01 654 我當它不是整數 當它600倍已經很誇張 但事不如我 已經過去了 我們這段時間 應該要做些什麼 哈哈哈哈 二線都未必要買 即二線都未必要買 買不到 都升了很多 我個人認為 如果要追求更加大的回報 而相對上風險低 就是買一些未上線的GPU幣 簡單來說 我就不買 如果我 我來講 我現在就不買RNDR幣 第一原因 其實 第一個 除了看這個 即它的市值之外 也有看它的技術分析 現在都不靚仔 好不靚仔 但是 也都會 升到幾會 相對微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 開始有個 不太好訊號 有個死亡交叉都未頂 所以第一件事 技術分析 告訴大家 不靚仔 即不論是兩日圖 三日圖 四日圖 都升得比較誇張 所以 由多少錢開始升 看看 由去年 其實這次升了幾倍 升了14倍 所以上年是四毫子 所以當去五毫子 即是今天7元 總共升了14倍 其實都不是那麼直播 NOS幣仍然覺得比較貴 所以 你說今年的2024年 可以繼續升下去 但是 你說要追求10倍 10倍的回報 可能要去到2025年 我覺得今年最多 可能是升到20-25元 還有這個叫做 2025年升到100億 12倍左右 所以 所以 升到100億 今天 市值是 不是 100億 是不是計錯了 看看 升3億時 市值是70多億 我覺得 用今天的價格 去計 200 不好意思 250億 現在25億 可能去到2025年做12倍 你說多 又不是很多 你說少 又不是很少 就是OK 因為市值升了太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 它有一個出圈可能 什麼為之出圈 就是可能 不跟這個bitcoin cycle 甚至乎 它是有獨立的自己市值 因為 它真的在這個真實世界 有一個真實的用途 未必跟這個 crypto那個運行 都未定 但始終市值太大 未必到一個 叫做理想的升幅 所以我個人認為 包你猜不到的答案 就是買新的 有新四大天王之稱的 新GPU平台 包括它是這個 不知道不知道 EVA GPU.NET IO.NET 還有GAMY 這四隻都未上線 但個人來說 這隻已經不是應該 這隻會上ICO IDO平台 會上Sedify 另外這隻都應該會上 但現在沒有任何消息 所以大家仍然是 期待著 可能是很大機會 今年出幣 這個幣 這個幣 好一個眼神看到 最主要看這裏 眼神看到 這個Sedify 上面那個 不是Sedify 是EVA 這個GPU平台 主要是講 Gaming 和AI GPU提供的 提供 有些類似Render 最主要是看這個圖 看看它最近中間 有一個字 看到 我停一次 嘩 很吵 有沒有看到 去到哪裏 按不到 對 但這個字 是否代表 意味著它會上Sedify 暫時都沒有人知道 它還未有消息 我密切留意著 究竟它會不會上線Sedify 到時一上線Sedify Sedify的價格 即爆升都未定 所以現在我不會買 這個一線的GPU幣 也未必會買 這個二線的GPU幣 因為已經有一個恐怖的升幅 這兩隻都是極之恐怖的升幅 其他AI幣都是一個超恐怖的升幅 不是代表它不升 而是我覺得直播率 和相對向其他 未炒起過Allcoin 或者未上線的Allcoin 我覺得已經是極限之際 也比較建議看這個新的幣 而新的幣有兩隻都即將上Sedify 我們看看Sedify的官網 現在我已經REST了 小火車還沒有時間REST 還有一天 但要做些什麼 我可能會再開一集 講Sedify的Launchpad 提醒多一句 由於有鑑於2021年的Launchpad 大恐怖跌幅 買這些是更加恐怖的 即更加大風險 但我覺得現在可以考上的原因 就是現在是喉市初期 不是雞犬皆升 什麼X空氣幣都爆升的時候 去買這些Launchpad是最底的 原因是因為這些Launchpad 在終極大牛市裡 是升最快最急的 也要懂得走的 我會密切留意的事 也會吸取了教訓 花了很多心機 在科程中說 我吸取了教訓 這次一定要離開 還有不要賺到最盡 不要吃如頭如尾 我跟它認真說一句 超級極之高風險 有機會它不會歸零 但我為何會看好這個Cidify 一直留意著不同的Launchpad 也都留意到Cidify 這個Launchpad是更加有誠意 還有在雄市都有繼續建立的 我看到幾樣東西 第一 這裡 GameCon 跟著Cidify 其實這個Sidus 都有出過Launchpad 但Launchpad有說那個 叫做信譽 我看到有兩點 第一點 有個幾好的訊號 簡單來說 好過Render 訊號不是很貴 RSI不是很高 還有一個黃金交叉 如果你長遠一點 可能這個Bitcoin Halving之後 有一個更加爆升的升幅 第二 由終極底部升上來 0.6毫升上來3.5 其實只有6X 小火子升那麼多還賣 對比起Render 和很多Allcoin升10倍以上 其實這個Cidify升得算少 同時還未升穿 最近的高位是5元 我覺得現在這個位置偏便宜 還有這裡極之重要 就是很多Project優質漂亮的東西 都要上升 我剛才說了 還有一隻 Gaming Gaming 這隻都是十分之厲害的 還有 有名人效應 我還差一點 留意了 其實第15點名人效應 要Alex Becker 或者很多著名的KOL 去喊單 少不知喊單是為何 我看得太多Twitter 很多內地人時候 喊單 即是叫做買東西 也有一個回贈保證 即是如果你買回來的那個幣 在Depot招股價 它會有回賣 其實是很少的 還有 遲些我做一個叫做 Ideal平台 去比較Cidify上面的Project 大部分在做50至100X 如果在牛市裡面 這裡有一個價格回贈的保證 還有在Blue Run裡面 垃圾山寨幣 Ideal是升最多的 我講一次 垃圾山寨幣 第一千倍就是這些平台 第六 Gaming加AI 都是2024-2025的重頭作 即是有一個波頭皮升這麼多 其實都意味著 大家對這個Gaming落地 真的玩到賺錢 是一個很渴望的 再加上這個平台不是只有Gaming AI都對的 就好像這個 這個剛才的EVA 其實可能都會上去的 也都未上幣安的 這個幣 這個Cidify 看看 Cidify 我現在冒著生命危險 我也會介紹 因為我有玩 還有我覺得 真的 現在未升的一些幣 還有極之有潛質 我都覺得 最重要是中極市值 中極市值差不多去到3億左右 現在 距離這個高位 現在做2億 我覺得 最多升到多少 我最後才說 但這些Launchpad 其實有個極限 最多可能要10億左右 所以 最賺未必是平台幣 最賺未必是平台幣 最賺可能是新ICU的幣 但是第八 就是講的 這個叫做 All Con Season 還未到 還有一段時間 All Con Season 我覺得很快會到的了 一會兒找一條影片再說 還有很多新的遊戲幣 遊戲也是這次牛市的主題 緩本保證 剛剛說了 Keep Building 還有很多新項目 大家看看它那個叫做 Twitter上面 也有很多新項目 它說 3月開始會即將有很多 Ideo Blooming 即是這個Ideo will start blooming 在這個3月 almost here 第一個就是關於All Den 這裡不說了 總之任何的Project在上面 我都會玩的了 買多少呢 剛才買了 哇 現在很貴 貴過之前很多 之前幾毫子 現在幾錢可以加入呢 大概給大家知道 大概呢 這裡 加入這個Ideo 其實就要買去的幣 去Stick 最少Stick30天 最多可以Stick270天 即是鎖住這些幣 最少買500顆 500顆大概是15000元 如此類推 15000元 30萬元 而這個2500K 有沒有看到分的量 就越來越多 相對上這個是5.5 但原來買得越多 送的機會越大 但都很貴 如果你買25000顆 2500顆 差不多港幣可能做 7萬多元 7萬5千元 所以大家 注意行量風險 可能買500顆就算了 如果你要測試的話 大致上 第一個部分 說完了 如果你是看YouTube 可能要停一停 錄了幾個 10分鐘 現在來到第2、3部分 柯田幣 小火之下 今次終極牛市 我看過的奇蹟賽道 就是這個 冥文賽道 仍然很小的市值 現在都說 那個柯田幣 都是上了十幾億的 很多的 Layer2 或者很多的 山雜都比不上市值 所以第一件事 冥文 第一 那個圖相對漂亮 RSI都相對漂亮 有沒有看到 仍然是低位徘徊 亦都中性 比起很多的 AI幣 這些AI幣已經升得很不正常 所以如果有得選 我會比較買得多 這個柯田幣 多個這個 Render幣 未必要再買 會買這個柯田幣 第一件事 RSIOK 第二件事 Bitcoin和這個柯田幣 其實有一個相應的效果 相應的效果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 柯田就是Bitcoin的小餅 Bitcoin是大餅 柯田是小餅 這是內地用語 即是說 人們買不起Bitcoin 就可能買小餅 而這個小餅的價格 和這個Bitcoin的價格 開始有掛鉤的跡象 我留意到 最高點 即是這個柯田幣 換到最多Bitcoin 就是上個月 柯田幣升至90元 而這個Bitcoin 去到45000元 所以 那時候是佔這個Bitcoin 大概 因為它的粒數是一樣的 亦都對比到的 直接是一粒對一粒是幾比幾的 那一粒Bitcoin 不是 一粒Bitcoin 一粒Bitcoin 除了一粒Bitcoin 價值大概是0.2 我相信去到終極大牛市 柯康山債幣爆升的時間 那這個柯田幣 就有所飛升 我相信除了這個 比例有上升之外 這個乘以2 以4萬元 去到8萬元 或者9萬元 同時間 那百分比亦都相乘 那就是說大概 我覺得那個比例 可能是1比4 即是說 可能Bitcoin升一倍 可能這個 要升4倍 那我估計 今年呢 這個Bitcoin 去到9萬元 9萬元的時候 這個柯田幣會升5倍 即是現在5中30多 即是說 可能會去到300多元 升5X 那這個呢 我預期是這樣的 還有呢 如果想在這個終極牛市 你要賺錢 是要靠all coin 第二部分 第二件事 我就是覺得呢 仍然升幅 仍然是有上限 即是有上限 有上限 但是呢 上限是會和這個Bitcoin 成一個4倍的幅度 那另外 去到這個終極大牛市之前 其實都是一個Halfing Halfing也都有利於這個Bitcoin 而Bitcoin也是一個今年的聚焦的地方 那原因呢 因為呢 它上面的生態 其實生態分量做呢 種族的協議 簡單來說就是 Orden也好NFT也好 上面的資產 包括這個Atom 或者Quad 是不是叫Quad Stamp 很多很多的上面的資產 要提供流動性就比較難 除了跨鏈去這個以太坊之外 就是跨鏈到這個Bitcoin Layer 2 之前所說的Merlin和Bitcoin 都將會是陸續上線 也都會有很大量的新的敘事 包括在這個Bitcoin Layer 2上面 上面搞Define 搞NFT 搞借貸 搞閃電網絡 或者搞很多不同的以太坊的生態 都未定 我覺得呢 隨著這個Bitcoin Layer 2的盛行的時候 很多資產都能夠 有增強的流動性之下 很多人都願意買 就是Ordian也可以在幣安放 也可以在Layer 2放 也可以釋放流動性 不如買吧 而且價格相對低於Bitcoin那麽多 那就買小餅 還有市值小 另外現在市值偏便 你沒聽錯 現在市值偏便 即現在68 除了Bitcoin現在爆升 所以除了開得0.0.012 然後跟正常的高峰去比 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是0.01% 跟這個0.02相差一段時間 是0.2 那麽多零 很容易計錯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段時間 可以買入 我覺得這段時間我會買入了 我會買入柯電幣的 短期可能看這個高一點 可能90元的 但長期你看今年可能會到300元 極高風險 不再龍頭之見 你自己決定 賺蝕都不關我事 這些極高風險 受不了你買以太幣和Bitcoin就算了 最後說是4日幣 4日幣 為什麼這裏有什麽意思呢 就是阿典幣 亦都會買這個Sedify 這個買多些 Sedify買第二 我會加入他那個 可能2500粒那個 那個level 28粒Sedify多少錢 現在3.8x2500x7.8 好像75000元 買少許移程 因為都升了不少 可能等回調才買多些 但以防萬一再衝上去 其實昨天買的 好像昨天3.7 但不要理會 現在計算給大家 2500x7.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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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萬5 你玩不玩呢 你就自己決定 玩少許500粒 如果500粒 就是15000元 就是15000元左右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還有 你要不要等跌才買呢 我覺得現在都算OK 不會超貴 因為最高點這個Sedify幣 差不多做到16-17元 好像以前20元 但以前市值沒有那麼大 還有那個幣相應上 小火車這個幣會噴很多出來 大家看看 還有一半的 現在最多1億個幣 現在噴到5億 5千萬 1億個幣 5千萬 噴了出來 我都想看看 等等 我看看 給我看看 這個trend 喂 跟大家說一個笑話 給大家聽 上一年終極牛市 比特幣5萬多元 是很high 現在比特幣沒有人看 所以仍然有很多機會 不用擔心 這個 看看 看看近來的銀行會很多 還是很少 還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現在隨便看看 我也要拍一集詳細一點 沒有 沒有說 可能要看白皮書 不看著了 最後是Foyabay Foyabay 亦是相對大風險的幣 有大風險 自然有大回報 對我來說 因為這個幣 亦是一個 仍然未是 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買到的幣 看好的原因 我一一都看了 Patreon 那裏 這裏 好像不看 好像我拿這裏 我只賣1元 所以 現在應不應該買 如果你沒有貨 我還是說一句 沒有貨就保持著 可能DCA到HALFING 可能每天買少少 多跌多買 HALFING之後 未必會買 因為HALFING之後 是另一個世界 未必會 即是可以爆升 未必再把錢 要把錢 現在放 第一樣東西 看好Bitcoin layer 2 不再多說了 總之 最時三大點 第一 Bitcoin生態 第二 Gaming 第三 GPU 我都不會花太多時間 在其他項目上 因為時間 人的時間 精神有限 我覺得這三點 十分直播 市值小 現在說了三千萬 三千萬 很難買 四月解鎖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波炒作 即是很多 在Merlin鏈上面 的一些說法 我按回 Merlin swap 可能跟很多合作IDO都未頂 我按回這個 Merlin Merlin layer 2 有沒有打錯 有沒有打錯 對 嘴根看什麼 就是跟很多方合作的 而當中說這個Tron 麻煩地 我真的流了言 不要跟Tron合作 這些有些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哈哈 好像那個bitmap來的 你看看 這位創辦人 即將公佈說 將會有超多Depth在Merlin上面 任何的Depth都會 任何的Depth都會 跟這個Depth 可能會有相交互 簡單來說 一多幣在上面 這個Merlin的作用 就是Merlin swap的作用 就相對較大 還有 可能會有更多功能 像這個Pancake 可能有Launchpad 或者有其他的借貸 或者其他的穩定幣的project 都未頂 這位老闆暫時未知 我覺得 可能去到3元左右 如果你覺得3元左右可以的話 就定頭 看回技術分析 如果這兩分15分鐘很短的時間 因為它伸出這個幣 其實是中性的 沒有什麼特別 第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超賣 一小時圖 相對上來說 都穩定了流量的價 但那個RSI也好 或者MAC也好 全部都是中性的 我覺得中性可以 中性入少少 但跌大賣 小跌小賣 但這個相對上極高風險 你自己行為一下 因為 始終這個Layer 2 終極王者 不僅只有Merlin 還有一個B2 B2上面都有Depth 它兩邊競爭 可能會有直接的流量競爭 亦都講完最後一件事 我會講完最後一件事 就是不看好的三個賽道 一會兒說了 這個賽道特別多 Merlin特別多內地人玩 很少西方勢力 可能遲些會西方勢力玩 或者叫做人性 就是升一次才會買 所以升一次就去玩 很多東西升 在這個Merlin上面 不如去玩 從而令到這些Depth的流量增加 再加上Uniswap的效應 有錢分 可能Merlin會跟 Uniswap可能有錢分 也未頂 密切至於此 HOLDERS很多 這個FORIP 剛才是25,000 現在大家猜猜多少 給3秒大家看看 現在差不多八萬八 幾好意頭 八萬八個HOLDERS 很少有這麼多HOLDERS的心弊 這裏證明那個叫做 沽貨壓力也相對上弱了少少 很多NFT也好 很多的project 都很想多些用戶去 就好像BYC 其實每個人 希望最多一兩隻 令到每個人放貨 那個拋板也相對小少少 TBL大過這個BLAS 還有這個Merlin Swap 就是這個Merlin上面的 官推的Depth 即是小競爭對手 不像這些 BLAS上面已經有五個競爭對手 還有這些都不再多說 危險這些 之前講過了 還有新年有安全 沒有知名投資者 如果這個Merlin不是終極王者 給了這個B2 B2趕快挖了多少出來看 先看看 B2 29個零件 現在綜合來說 有多少零件 大家看看 透明公開 給火柚看看 有17個GPU 會把這個收益 挖到的B2 會放回去 一半會把 用一條LINK的火柚 會密切至於此 另外 B1仍然是高位 有機會回落 機會較大的 這個回落的話 Voyer幣一定會回落 因為B1就是 或者這個Merlin 便是 依附在這個B1上面 如果B1大腦都不行 這個小腦一定都不行 所以很危險 但如果你有得選 我得選 會選Merle幣多於Voyer幣 如果可以選 因為Merle幣未上線 我覺得 可能等到上線 買這個Merle幣都不差 因為Merle幣就正如 ETH 就好過這個Uni幣 原因就是因為 需求大 還有可能作為Gas 或者一些賺錢的 一些Stake的幣 即可能Stake這個Merle幣 賺到一些Bitcoin都未頂 到時就算了 因為這個Merlin是用Bitcoin做Gas 而用Bitcoin做Gas 這條鏈可能有收手續費 這條鏈 我相信 那些手續費可能去到Merle 如果這個Merle是賺到Bitcoin的話 那就真是超值錢了 所以我個人來說 看好Merle幣多些少 所以Foreb未必會All-In 如果要買就買多些Merle幣 我們未出 Merle幣場外交有多少錢 Merle幣現在做的是1.2 1.7 我先看看 我會拍到一段影片 有一個Merle幣和PortoB 上線估值 大家密切留意 所有片都是平常有先的 如果你在看 恭喜你 省了很多時間 那就過敗了 我看好 要不要升那麼快 之前過二 PortoB 回放剛才2.5 現在升到2.7 這兩隻十分看好的 最後 小火指點賣 之前說過怎麼賣 不多說了 錄完了嗎 看完好耶 錄了多久 這個錄了五個字 搞錯 十分鐘搞定 總結 即是說RNDR幣就不買 會買新幣 透過這個Signify 買兩隻新的GPU幣 還有會密切留意著另外兩個平台 包括這個GPU將會出幣 也會有AirDrop 我看看怎麼拿AirDrop 還有這個Io.net 也將會今年出幣 仍然未知 任何的 但會… 剛才漏了沒說 會AirDrop AirDrop給一些RNDR 不是RNDR 是Render幣 在Solena上面的Holders 這裡大家留意了 Gaming將會上升 所以我現在不是買GPU幣 我是透過Signify賣GPU幣 還有看到上面有極之多的遊戲即將上線 我覺得如果每個帶給你的收入可能 我相信可能現在用7萬多元 每個Project可能賺1-2萬元 我相信買3-4個Project就回到本了 都有一個 不在用投資技能極高風險 我會玩 例如你自己玩 你自己決定了 這條影片那麼多 下條影片再見 Bitcoin一又升了 57,200元 希望大家牛市賺大錢 下條影片見 Bye